嗨大家好,我是美食祥 本期视频用这一把卤笋给大家做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卤笋烧咸肉 这道菜的做法非常的简单 主要的食材有卤笋,红辣椒,咸肉,大蒜,还有生姜 卤笋清洗干净之后,我们斜刀把它切成段 生姜和大蒜切成片 红辣椒我们取一半,把它改刀,切成菱形长条 这小块咸肉把它切成薄片 首先我们把水烧开,在里面加点盐 再加点食用油 加入卤笋,给它焯个水 好了,水再次沸腾,我们就把卤笋捞出来 卤笋焯过水,它的颜色会更好看 而且烹热的时候它也更容易入味 下面我们开始烹饪 锅中油温微热,我们下入咸肉 然后加入半碗清水 然后我们用中火把水分炒干 加水的目的是为了让咸肉吃起来,不是会太干 好了,现在锅中的水分炒干了 我们再用小火把这个咸肉中的肥油给炒出来 接着我们下入姜片和蒜片 姜蒜片炒香之后,我们下入芦笋 还有红辣椒 然后煸炒一会儿 调味,加点白糖提鲜 加点鸡精 加点蒸鱼豉油 开大火把调料烤匀 最后用水淀粉揉上薄片 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好了 好了,这样一道简单又好吃的卤笋烧咸肉就做好了 我们先把它装起来 这道菜非常的好吃下饭 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 朋友们可以试一试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观看 朋友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